大家好,我是钱子 我现在在吉林的浑春 虽然今天的天气有点阴 但是我们还是来到了浑春口岸 就在我身后 往那边再走五百米 就干到别的国家去了 咱们中国80%的帝王蟹 松叶蟹、红毛蟹 都是从这条道运到中国的 这个地方离海边已经相当近了 不信你看天上已经有海浓了 因为是疫情特殊时期 所以咱们现在过口岸的政策是 换车不换货 俄罗斯的司机把车开到口岸里面 之后把货卸下来 车头开走 中国的车头再开进去把货拉回来 他们那边的人过不到咱们的境 咱们的人员也不到他们那边去拉 这样既保证了防御工作 又保证了物流的通畅 这个头的这个想法 咱们能看到那边那几个字写着游客中心 这个地方以前是可以接待游客的 但是去年疫情开始就已经不能接待游客了 已经有一年了 这边那个位置是一些朝鲜和俄罗斯的商品店 咱们还是能逃到一些便宜的朝鲜和俄货 但是好像生意都不太好 老板都站在门口望远欲传的等着客人往里进 车一停过去马上上来跟你搭话 是吧 现在游客不多 哪有人啊 哎呦 开关的时候一天俄罗斯人就来好奇 现在就没有了游客几乎没有了 对啊他们来不了 对你们影响挺大的 多长时间了 一年多了吧 去年正能关一年 从疫情开始 今年又大半年过去了 是 俄罗斯货吧 对这俄罗斯货 这糖啥都不贵 去俄罗斯买的都便宜 你们想吃啥 门口那两块钱巧克力啥样 那小块的那个 我看看 那车喝啥都用不了两块钱 这一盒42块 70块钱 嗯 就这样小块的 行我拿一盒 哦它是这种的 这种两块钱一块 俄罗斯一般就是奶味醇 然后再是它甜度那个 这个不是带人的是那种 对这有带味的 他们巧克力一般都是让你舔 舔到稍微有点猴 这是瘦身的 磨哪瘦哪 可以那么说吗 可以那么说 这个高低的买点 拿回去给胖草用 对用好了的时候你在那啥 加微信的时候能用的 我们也不想要那东西 不要它不给食品啥的 硬塞给你 对 就这个你们也不好卖吧 是吧 好卖啥呀 哈哈哈哈 这叫捆绑销售这是 有朝鲜的吗 朝鲜没吃的 就一瓶酒 朝鲜是酒 朝鲜没啥网用 再给它小工一瓶 它人参酒挺好的 这52的 人参酒枸杞人参 小鸟福的家这个 这个就是朝鲜中小鸟福的家 这个是小鸟福的家 这20一瓶的 这个是85的 这是生命之水 96度 这喝的时候得对东西喝 你们猜猜这是啥 看俄罗斯人喝啤酒怎么喝 这一瓶是1.3升 苏利亚瓶的啤酒 你们见过吗 俄罗斯产的 人家就是包装不重要 主要就是酒 管够喝就完了 马上鱼 它这是熏的 直接能吃的 明天感觉明天下雨 那你得去呢 那你得去呢 嗯 我走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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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